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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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do it.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9日 首先新华社终于忍不住手 前一段时间又出了一本书《大国战役》 马上又下架 然后几天前有一篇文章叫做《理直气壮》 《世界欠中国》 一个道歉 这篇文章今天新华社终于转载了 在文章在內地流行了五六天之後 終於轉載了 轉載代表官方肯定了這個文章中說的話 文章中除了大力抨擊 之前《華盛頓郵報》繼續抹黑它 就說一個成語 China is a real sick man of Asia 這個成語中學生經常都用 就好像如公而生 如果你是外國人不明白 亦叫stupid man 你可能會生氣 但是sick man of 一般我們中學考西史都會作答的 其實就是在行動緩慢的成語 他繼續扭曲向全中國的人解釋這件事情 之外這篇文章最主要就說 川普隱瞞疫情 川普和彭斯現在要祈禱了 就是說美國可能會大流行、大爆發 美國會不會大流行、大爆發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篇文章的邏輯 相當有趣 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導讀一下 首先有兩段我覺得很重要說的 就是這段時間 有一種聲音故意在炒作 說中國欠世界一個道歉 這是非常荒謬的 中國為了抗擊疫情 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付出了巨大的經濟成本 切斷了 傳播途徑 沒有哪個國家 能夠在這一次的疫情裡面 做出如此大的犧牲和付出的 而且根據鍾南山院士的研究 這個病雖然在中國爆發 但源頭不一定在中國 現在很多研究都指向了 可能源頭來自其他國家 美國、意大利、伊朗這些國家 很多沒有接觸亞洲病人的病例 確診說明了這一點 因此中國沒有理由道歉 現在我們應理直氣壯的表示 這個文法錯了 理直氣壯應該加地表示 這是形容詞 配搭動詞中間用的地 不用的字 這是初中的文法 美國欠中國一個道歉 世界欠中國一聲感謝 沒有中國巨大的犧牲和付出 就不可為全世界贏得寶貴抗擊疫情的時間窗口 可以說中國一己之力硬山山將疫情擋住一個很長的時間 真是驚天地 淤鬼神 這篇文章我自己讀完之後 我突然間無管動起來了 這就說明了一件事情 叫做黑格爾辯證法 黑格爾辯證法就是將任何東西 都可以形成一個正反合 去看的 任何事情它有正面的 有負面的 將正面和負面 根據它自己實際的政治需要 就可以合得出一個結論 簡單來說就是龍門任你搬 大躍進餓死很多人 他說這是三年的自然災害 讓中國人更團結 文革 十年的苦難 十年的浩劫 他說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裡面的一個小波石 一個小挫折 一個小碎石 經歷過這個小碎石 我們中國人更加能夠堅強起來了 好了 文村地震 他說不是 文村地震是體現了我們中國的解放軍 我們的人民 我們的領導是如何有力 有效地去救災的 這種多難興邦 恩憂啟明的思維 這也是 中國的疫情 如果 李醫生在12月31日的時候 說了一番說話在微信群裡面 傳出出去 全世界都會注意到 大家就及早可以研發疫苗就研發疫苗 可以研究藥物的就研究藥物 拿樣本就拿樣本 那麼我們就要多一個月時間去準備 不是的 他封鎖了消息 是不是? 拉了這八個吹哨人 然後呢 就是孟家宴 是不是? 春節 不要影響新年的氣氛 他說不是啊 因為未肯定的時期我們不能夠說的 不能夠製造社會恐慌 他又正反合 根據他自己的政治需要 現在不是了 現在完了 他封城 但是封城前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走了 結果到了全世界 到了全世界他就說 你要多謝我封城 沒有我封城 你們 如果完全不封 現在出來的不是幾百萬人 出來的是幾千萬人 一兩億人口 你們就更糟糕了 就是全靠我封城 他又不說如果你不早點封城 世界上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這就是正反合 根據他的政治需要 好了 現在他做了這麼多事情 全球大爆發了 韓國也大爆發 是不是? 日本也有了 伊朗現在很糟糕了 意大利非常嚴重 美國可能也有危機 美國到底真實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不清楚 但是 如果美國也有危機的話 所有國家也有危機 他說不是的 這就是你要多謝我 如果不是我及早封 你們更糟糕了 這就是正反合的思維 所以一般人用正常邏輯思維 是難以理解的 因為在黑格爾辯證法裡面 他沒有道德的絕對性 他只有根據政治的需要去處理 這是唯物辯證的 根據他自己實際的利益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跟我們接受普世價值的人 我們講康德的 有道德的絕對主義的 有絕對律的人 是難以理解的 所以這是 為什麼可以解釋到 雞同鴨說的 普世價值跟中國邏輯 永遠存在著永恆的矛盾 從這篇文章可見一斑 這篇文章我不詳細講了 我再怕我讀下去了 我自己無管動得太厲害了 第二單要講的就是 關於石油的問題 俄羅斯面對著現在全球 經濟放緩的情況下 他的打擊是非常大的 不要說什麼 譬如說現在 全球的航空公司 是不是? 有過半數以上都是停班的 減航班停班 所以燃油的使用肯定大大下降 而且很多工廠都還沒完全復工 僅在中國也是如此 所以石油的副產品又會減少使用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石油的需求大跌 俄羅斯拒絕參加中東諸國的一個會談 不能夠妥協 決定站硬是不減油價的 其實正常的需求定律而已 需求減低 那你就應該要均衡價減低 是不是? 所以要不就減供應 要不就減價錢而已 所以俄羅斯堅決不肯 為什麼呢? 因為由於2014年 烏克蘭事變 烏克蘭事變之後 歐盟和俄羅斯的關係非常緊張 所以減少了對俄羅斯買石油和天然氣 與此同時 油價在那幾年都會回落 所以俄羅斯在那幾年裡面 經濟倒退十年 到了2018年時期的GDP 都還沒有恢復到2009年的經濟水平 所以俄羅斯是很依賴石油和天然氣的國家 所以他覺得如果減產 或者是減價 他經濟會很傷 所以他站硬 結果現在沙特就說要報復了 你不肯跟我談減產 我就割價跟你打 打到石油沒有人要 結果呢 今天短短一天裡面 石油價格最厲害是下錯三成 恆指跌破千點 全球股市大跌 跟石油有關的股 很多都是成分股 所以是大跌 這就是一個經濟解釋 首先一個經濟解釋 石油價格下跌 其實對經濟理論上是好的 股市如果不是有那麼多成分股是石油產品股 就不應該跌得這麼厲害 因為譬如說工業用料 簡單來說就會賣便宜了 是不是? 燃油 飛機啊 車啊 那些就會便宜了 生產成本就會低了 而且譬如說口罩也便宜了 因為口罩 生產原料其實就是石油副產品 很多相關的行業都會便宜了 通脹會減低 所以理論上是好事 但實際上對中國和他的盟友來說是很大的事情 因為中國和他的盟友 大部分都是鐵膽盟友 盟友都是石油國家 俄羅斯是 伊朗是 伊朗本身蘇雷曼尼事件之後已經很大問題了 加上又爆發疫情 現在又來了一個石油危機 委內瑞拉 馬道羅政府是靠石油調命而已 所以這幾個是中國的沙煲兄弟 現在因為疫情 而導致石油出現了危機 所以他們這幾個國家是否能夠持續維持呢? 如果石油戰爭是繼續 國家打下去的 他們是非常難以維持在今天的政治局勢模式的 所以如果一旦他們是其中一些人倒下 對中國的影響都不說不大 非常之厲害 所以 這是第二點 今天要講的話 接下來看一段廣告 大家好 今天用我在這裡感謝大家 因為已經有千多位網友透過收費平台 去支持我這個趙氏讀書生活 是營運的 令我可以每天專心讀書 在YouTube和其他平台上跟大家分享的 有些網友就說找不到 不懂得用我這個收費平台 而事實上是有一個bug的 不知道為什麼在Patreon App裡面 是的確找不到我的 找到其他人是找不到我的 其實很簡單而已 只要在我每一段片 這段片又推上熱門了 真是謝謝大家 在每一段片的info裡面 或者在留言的字頂裡面 都會放了一個link連結的 你只要輕鬆地按一按進去 你就會自己彈出趙氏讀書生活的收費平台 每個月用5元或者10元或者15元美元 就可以支持我這個平台 繼續營運下去 你就會在平台裡面看到一些我的參考資料 我的參考資料 包括我喜歡看一手的資料 我跟其他評論員不同 他們很多都是根據新聞資料分析的 而我就會看原文和學術論文去分析 所以我每一段片的參考資料 我都會放在收費平台裡面 方便大家去閱讀 還有一些生活的分享 還有趙太太的鋼琴的演奏等等 除了這個收費平台之外 因為有些網友真的用不習慣 不要緊的 Youtube在我每一段片裡面 你都會找到加入這個資料 在我Youtube的片裡面 你會找到加入 按一按下去 同樣道理 也是有Youtube的收費平台 雖然Youtube的分析比較高 但是有些網友真的不懂得用的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用Youtube的資料 那你每個月是用20元或者60元 都可以支持我的收費平台 這是港幣 至於400元的稍後時間 我會準備一系列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經濟史課程 我會先放上去的 所以現在暫時還沒創建 所以不要按住了 這個20元和60元 去支持我這個平台 同樣也可以看到一些資料 那20元和60元當然是一個規格上的分別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至於在最早期最早期 年多前已經在台灣 PressPay收費平台支持我的網友 我真的衷心感激你們 現在還有百多名網友在那邊 但是由於那邊的系統 又不是很支援銀聯的信用卡 又不是很支援其他東西 所以是比較麻煩的 坦白說一次過管理三個收費平台 工作量是相當吃力的 所以我就會在北日關閉PressPay的收費平台 希望支持我的網友 可以考慮轉用YouTube或者Patreon 感謝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